嗯 首先呢我们在这里稍微给大家总结一点点话术性问题啊 那么第一呢我们看一下啊 这里呢就是会给大家介绍的一些基本的一些简单的一些概念 那么我们在什么时候采用sock.l 或者说什么时候采用长链接 哎对第一我们呢就是叫什么时候采用啊什么时候采用 那么第一种方式就是什么呢叫做一个实时刷新吧 然后还有呢 然后第二个再有啥 对第二个第二个再进步上服务器端主动推送数据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两点呢就是基本上遇到这两点情况呢你就可以选择这个sock.l 调整一下啊但是呢第一种实时刷新的这个东西啊我们是不是一定要采用sock.l 是不是一定答案是不一定的啊因为我们知道还有一种方式是一个轮群对吧 轮群也可以实现我们这个实时刷新吧 其实这时候呢我们在不管做任何东西啊其实中国的中庸之道说的非常好啊就是说呢任何东西都不是实现实美的我们在做计算机这一行经常会有一个概念就是叫做什么呢叫时间换时间换空间或者空间换时间 时间换空间 或者拿空间换时间 就是那测气这几个就是举一个什么例子啊你讲如果呢你现在做了一个网页啊做了一个网页这个网页有什么有什么缺点呢就是说你发现这个网页包因为你引入很多gs文件导致了你这个包特别特别大 那么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就考虑优化 对不对 那么优化的时候 你看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包体积过大 那是什么的问题 时间还是空间 是空间的问题 于是我们就考虑了一些方法 比如说你可以把一些图片资源之类的丢到呼吸上去 可不可以 比如说用一些丢到呼吸上去 用一些链接 CDN链接之类的 那么这样它的包体积是不是就小了 包体积小了 但是增加ACP请求了吧 那么增加ACP请求之后 就可能导致一个什么问题 就可能导致加载时间过长 那不一定 所以我们没发现 时间和空间这个转化 就是说你在牺牲一方面的时候 你在就成就一方面 一般的情况下会牺牲另一方面 而也就是说我们在做效率优化之后 你一般都在寻找一个折腾的点 就是我要让什么包体积不是很大 请求时间也不是很慢 一般都是这样 所以我们经常会有什么 时间换空间以及空间换时间这个概念 再比如 就是我们大家都听过分布式 不是不是那个给他 就是数据库的分布式 没事 我先跟你们说 就是说我们都知道阿里巴巴 那个秒杀 不是阿里巴巴的那个是双十一抢购对吧 双十一抢购之后 我们要做的一个试解就是什么 我们知道所有的数据 一般你要送货的 送到数据库里 没有你吧 那么我们阿里巴巴像双十一秒杀 对他来说是你的数据库大点好的 你是要保证数据库的比较小 还是这个时间比较快 明显我们要的是时间快 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阿里巴巴的一个价格就是什么呢 在秒杀的时候呢 他会做各种各样的分布式数据库 分布式 比如说他会把数据分成分片 做分片存储 会有很多很多的片 这样的话就导致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的请求速度特别快 但是呢 我的数据库站的 不管是用盘 站在空间的一个空间 特别特别大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的需求是要速度 所以呢 你损失了谁呢 损失了空间 但是呢 对于有一些企业来说呢 他可能的用件成本特别特别高 但这时候呢 他可能觉得 我这个速度方面 我可以稍微慢一点 没事 但是呢 我要节省这个运件成本 那么呢 他就可以呢 谈一些方案 比如说呢 我控制这个运件成本 然后呢 把速度降下来 这样也行 就是这就是呢 基本上呢 就是记住啊 我们做效率优化呢 没有就是说 可能我想说一种效率优化的方式 对于我而言 我在项目而言 没问题 但是拿到其他项目而言 是取相反作用的 这个呢 你要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就是你的这个项目优化 你到底是要优化包的提大小 还是要优化这个请求资源数 对吧 基本上 基本啊 我们做前端的话 我们前端基本没有那么多事事啊 我们前端基本上就有一点 你绑问过快 你绑问过快就行了 我打开这个页面刷出来 运行很流畅 就基本完事 而至于这个时间换空间 空间换时间这个东西 大家是后段来带的这个事 因为后段要操纵这个数据库 对于大数据而言 动辄几千几一条数据 你以为 就是你几千几一条字符串 你从到数据会得占多大 所以他们才会考虑这些问题啊 那么在这里给大家 养成一个话术啊 什么话术呢 也是一个套路 你们在以后面试的工作中 一天会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你都做过哪些效率优化 一般会到这个问题吧 这是给你们给出一个建议啊 你们可以这样的 比如说你随便找一个共同点 随便找一个 但你但你靠谱点啊 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工作点要求是共同什么 实时刷新 就是这个工作点的需求是被项目背景 是要求实时刷新 但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们最开的实时刷新 用的是轮循请求 就每个比如说一秒钟成为阿亚克斯吧 然后结果是什么 我们发现 效率特别特别低下 于是呢 我们把它音化成了 Socket的长连接 对 记住了没 记住了吧 这就是套路啊 啊 那么这是这个啊 刚才呢 我们说的是其中的是一种 说的是谁呢 说的是这个websocket 也就是h5新增的吧 接着呢 我们来说第二种 同样的东西啊 也是来实现我们这个长连接 是socket的L 兼容性是最好的一种啊 那么呢 还是一样呢 来先看一下我们的这一个基本的使用 也是分那么几套啊 只不过呢 我们在前端呢 需要引入一个文件 socket的L 先看这吧 好了 我们还是一样啊 先看这个sort的了 那么呢 我的这个sort的L 因为发现啊 我们在是不是已经经常用express吧 于是呢 在这里呢 我把这个socket的L 还有我们的这个express 给它结合到一块去了 结合到一块去了 也就是通过express呢 我们给它启动一个socket的L 这样的一个模块 还是一样 第一步呢 我们先要 inpm install 安装一下这个socket的L 安装完了之后呢 我们呢 给它启动一个socket的L 这样的一个服务 启动完毕之后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啊 在这里呢 我们也是通过 你看 也是谁 也是谁 Io 你看Io是不是谁 就是WebSocket的对象吧 然后是不是Io点 Connection 跟我们刚才讲的 是不是一样的 也是链接一个 Connect接能函数吧 之后呢 这里也同样 也有一个什么呢 也有一个 clint的链接对象 有一个clint的链接对象 那么呢 在这个链 区别在哪呢 区别在哪呢 我们呢 像刚才的话 我们是想发什么信息 你随意发就行了吧 但这里有一点区别 就是什么呢 我这里呢 如果要发生的一个信息 是通过这个enter 你们在ES6 不你们在二阶段 应该学过M的 事件出发机制 学了没 设计模式中的 那个叫啥 我现在 观察者模式 不可能不说 肯定忘记了 不可能不说 不可能不说 好了 那来 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看 M它表示什么呢 这个呢 是有一个世界的 监听触发机制的 就是说呢 如果呢 你要发送一个事件 这不是像我们 这个刚才写的那样 你只要我发就行了吧 这个消息 比如说你后端 要往前端 要发送一个消息吧 那你要做 是在前端 先监听一个事件 当然监听的这个事件 你随便写什么都行 你看啊 比如在这 我是不是在这里 没监听 有例子的 我在前端通过这个sock的对象 然后监听了一个 大家这里我监听一下 监听不是message 监听的是叫list L-I-S-T 监听一个list 可以吧 然后呢 如果我要触发前端的这个list事件 那么怎么办呢 你要通过sockit.mntlist 通过这种方式来触发 那么后边这个参数放什么东西呢 后边这个参数放的 就是你要发送的那个数据信息 比如说就是这点不太一样 OK吧 就这点不太一样 那么呢 我们把这个拉来简单的 先给它试一下 还是一样能在这里呢 我先装一下这个sockit.l 分别写m 然后呢 installsockit.io 启动完了之后呢 还是在Nord06下 我在这里呢 再新建一个文件夹 然后呢叫做一个sockit.l 在这里我们还是一样 再创建一个server.js 然后这个代码我就直接稍微粘一下 我给大家说一下怎么来导通 那么第一步呢 就是我们引入express 这个不用我说吧 因为这两个结合起来了 第二步是通过http创建一个服务器 这是通过etp协议来创建一个服务器 那么创建完了之后呢 我们继续往下走 创建完了之后 我们需要干嘛呢 然后呢 把这个sockit.io requare一下这个sockit.io 然后呢 以我们的这个server 给它结合到一块去 这个呢 这两步 将我们的sockit.io 结合起来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才写的 你看我刚才写的websockit.io 我是不是先起了一个websockit的服务器 然后呢 又起了 因为我要用正台路径 我是不是又起了一个谁 是不是又起了一个node的服务器吧 那么把这两个结合起来之后呢 你就在 你在这一个端口上 哪一个都可以用 就不需要再起两个了 然后之后呢 我这listen监听的端口号 监听的是0.0 那么这里呢 表示我允许所有的ip访问 端口号是多少呢 端口号是8080 后边这个呢 表示我允许所有的端口访问 这个没啥问题吧 好 之后呢 0.0.0呢 就一般呢 我们表示的是允许所有的ip访问啊 之后呢 这里express开一个净态文件 那么这个我就不要了 直接给它干掉 不要 先留着吧 过去还得用啊 净态文件 然后呢 那么为了大家看的方便点啊 我把这个ws呢 io也给它给它ws 行不行 因为上面我们是不是用ws 这里呢 我也可能给它ws 那么第一个也是一样的啊 我们首先呢 链接什么呢 链接这个connection 那么就表示呢 啥 表示的是客户端链接吧 客户端链接 然后呢 链接完了之后呢 同样这里呢 会产生一个clint的对象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如可能需要通过这个clint的对象呢 来给它做一个操作吧 做一个什么操作呢 我们要把它主动的发一条消息出去 那么呢 就是这个clint 一旦呢 有客户端链接了 我们就直接是clint 然后拿点 m 来出发 出发什么东西呢 我们来出发一个自定义试剑啊 就是一个 呵呵 表示我自己写的吧 然后呢 发一个什么信息呢 叫欢迎光临 OK 然后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前端 那么前端要做的事情是 链接到我们这个socket的服务器 对吧 然后呢 干一个什么事情 是不是创建一个自定义试剑 来接受这个欢迎光临 来找一个前端 index.html 我先把这个说完 说完再下课休息 上面这一块 上面这块基本没什么东西啊 大家注意看这 因为呢 我们这个socket.l 为什么一个它的接种性比较好呢 是因为我们这个socket.l 它是引入一下socket.l的这个文件 然后所以呢 我们需要先去找这个文件啊 这个文件叫socket.l.js 去哪找呢 我们刚才是不是已经安装了socket.l了 所以呢 你呢 去哪 去nodemodel里 好了 找socket 这里看到没有 有一个socket.l 但是有很多 你看 有一个找型呢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 客户端还是服务端 所以呢 你要找的是 socket.l.clean的客户端 下面有一个dist dist 下面有一个socket.l.js 看到这货了没 看到了吧 然后呢 把它这个复制一下啊 复制到我们当前的路径下去 你 原码就不用看了 它都压缩过了 好 直接呢 复制到我们的这个 这里边来 好了 socket.l.js 那么复制过来之后呢 我们还是来看这个前端 好 好所以呢我们先找到这个文件 然后找到文件之后呢 把这个文件引入进来 第一步这个没什么问题吧 然后之后呢 我们来看这个第二步啊 这些我先都给它干掉 这直接写了一个小例子 那么第一步一样 我们呢 要连接这一个我们的对线啊 socket.l.connect 这时候呢 我们用的什么呢 我们用的不是websocket的协议啊 直接用的是attt协议 那么写你这个 更好还是域名 那么我们是109点 多少来 68.149是吧 好了 那么第一步呢 也是一样啊 链接链接服务器 那么当链接服务器之后呢 我们要干一个什么事情呢 我们是不是要接收服务器端发送的消息 这个没问题吧 那么怎么接收呢 我在服务器端是不是要触发一个函数 这个行为叫什么 是不是叫呵呵吧 所以呢 我就在这里呢 你在前端你生命一个叫呵呵的 在前端生命一个叫呵呵的啊 那么呢 当触发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 console.log一下 什么呢 呵呵 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啊 我们测一下 把这个先关了 这个sower.js 好 然后启动之后呢 我们直接打开这个index.html 看一下有没有啊 怎么是呵呵 我看一下啊 这里有书的是呵呵是吧 那么呵呵 然后呢 我再给他加上一个message 来刷新一下 呵呵 欢迎光临有没有 有了吧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我们服务器端往前端推送吧 区别在这点呢 我们在websocket 你传什么数据都行吧 我们是不是都是通过onmessage来接收 但是这里不一样啊 这里如果你要触发一个事件的话 你先必须比如说你要前后端我前端发 那么你要现在前端先注册这个事件 然后后端才能出发吧 如果同样如果你的服务器端 你需要然后是呢 呃前端如果需要我服务器端发 那么需要干什么呢 你需要在这个服务端先给注册一个事件 那么呢 这里试一下啊 ws 然后呢 点 然后on一个事件 on一个什么呢 on一个叫做 这个叫哈哈吧 然后呢 也是一个message 这时候呢 我们console.log 哈哈 然后呢 加上一个message 然后前端的话就需要我来触发这个事件 比如通过socket.send 呃 不是 socket.empt 因为呢 都是通过触发啊 emit 然后呢 你要触发的是什么呢 哈哈吧 那就是 加呃 第二个参数 叫我来了 好了 这会儿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刷新一下界面 呵呵 欢迎光临 然后看 看一下 没触发到 socket.empt 哈哈 我来了 不对 不对 我看一下啊 不对不对 错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也是基于谁呢 也是基于clean的对象吧 所以呢 clean.ro 一个事件 哈哈 然后呢 message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console.log一个 哈哈 然后加上一个message 这样啊 刷新一下 呵呵 欢迎光临 然后哈哈 我来了 有了没 有了吧 好 那么这个呢 我们先到这 然后大家先休息一下 欢迎订阅 声音乐 我